单词拼图书记第59天来了 今天咱们来学习字母C的另外一种发音 如果字母C身后有字母Y 那么这个时候字母C要看到Y要吓得瑟瑟发抖 因为字母C特别害怕字母Y 看到他就要吓得瑟瑟发抖发瑟音 看几个单词 原因是R 前面的符音是M M 字母C遇到了EE 所以说他要吓得瑟瑟发抖发瑟音 注意EE在结尾的时候 并且这个单词中有其他的原因在 EE要发EE的音读的是EC 连起来读的MER MER EC 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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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再看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原因比较多 咱们先画音节 找到原因都标红的都是咱们的原因 换音节 后三个是音节 标E 再往前这个是原因 再往前画一个符音 这是第2个音节 标2 注意字母Y 它前面有符音的话 字母Y当成一个原因 发E音 这也是一个音节 比如三有三个音节 中音在三 字母C遇到Y 它要下的瑟瑟发抖发色音 而且字母Y发E的音读的是EC 后面若音是R 读的是LEE LE 后缀 这是后缀读读的 DER 注意 NNN身后没有语言音的时候 这个时候NNN要发哑巴音 读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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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LEE C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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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各位赶紧去练一练字母C遇到 I E Y 三个字母它都是发音 都要发 涩涩的音 融 盈 好像 雇 製 鑽 鑽 很 柾